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已经在打对抗了 帕森斯也是 这是我们很久以来 第一次以健康的阵容开始训练营 而不是只有球队的第13 14人 我们的家伙们都很健康 我们很期待训练营 比克斯塔夫还谈到了自己对帕森斯的期望 他说 期望就是他能打比赛 我认为对他来说最难的就是对抗伤病和找到节奏 上赛季他证明了 只要能连续的登场 他仍然是一个有效率 有天赋的球员 我们就是要确保他能一直在场上 帕森斯上赛季因伤只打了36场比赛 场均7.9分2.5篮板 1.9助攻 拿走了2311万2004美元工资 泰拳警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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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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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